哈囉 大家好 我是Sarah 今天我要去一間彩妝學校 那我們就出發 我們到了City Square 我是第一次來到這裡面 我們每次都經過而已 他們這邊一樓有一間stock box 然後對面就是市政府了 總共有三層 彩妝學校在這裡 這樓好好看喔 我們剛剛拍完照了 哈囉 大門然後從這邊進來 那邊有一個就是休息的地方 這邊就是一個簡單交易 其實我們只有三層樓 然後二樓的話可以走龍坡 這樣子 它可以帶你從外面出去 外面那邊就有點像城堡 喔好啊好啊 然後這個牆牌嗎 好啊好啊 我早上來的時候沒有這麼多了 因為店大概9點多10點才慢慢開 所以只會有幾間 所以早上還沒有開 對 早上還沒有什麼熱 但是中午的時候就滿熱鬧的 那他們這邊一樓就有滿多吃的 像是還有那個AMW雞蛋仔 還有我喜歡吃的河粉 我看到還有一家定食 今天早上已經結束了化妝的行程了 所以我今天去當了大概兩個鐘頭的model 就是還滿特別的體驗 而且還有專業攝影師的拍照 那我們現在就在一樓這邊吃中餐 你有吃過那一家嗎 我吃過一次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它有點像那個鐵板 只是選牛肉跟雞肉 如果學生加個讚 欸 這麼好 哈囉大家 嗨 那它是這次幫我化新娘妝的CAMMY 那BNC你是主秀什麼 那你現在念了多久了 我是上那個International Makeup 然後它是半年的課 然後我是四月幾個開始上 所以大概三個月這樣 那我之前那新娘妝之後 現在也是在學 今天要開始上Fashion Makeup這樣 對 珠珠啊 花啊 對 開始會做一些就是那種創意妝這樣 那是不是會比新娘妝還更要畫比較久 對 就是會要展現你創意的那種妝 那你們課堂上大概有幾個學生 我們班有21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台灣人吧 真的嗎 對 有墨西哥啊 日本啊 韓國 越南也有 還有各路比亞 所以上課基本上都是用英文為主 對 因為英文還是大家共同 所以 上課起來會覺得有什麼比較困難的地方嗎 多少還是會 老師講的快什麼 然後就有時候你會想說 要去確認一下老師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不過技術上的東西 主要是 就是邊學邊 對 邊學邊調整 對 那你當初怎麼會想要修這個彩妝呢 因為我本來對這個就有興趣 然後我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就有學一些那個新娘妝 然後接一些case 但是那時候是兼職 然後後來就想說想要在這一塊 就是再來更進步一點 所以就選了彩妝的學校 那你怎麼知道這一間學校的 其實台灣總共打蠻大的 也是在這一塊的專業上誌 所以都是很厲害的 這個彩妝學校 它除了彩妝還有其他什麼課程 它也有美髮、美甲 它還有那個行銷的 6加6就是讀書半年 然後過去半年這樣 所以你現在有在實習的部分 實習的話它其實會等 就是課程結束才算實習 對 但是我有先找相關的工作 等在那個把貨公司那樣 對 在專櫃 那你那時候還要找貨哪一些 就是工讀的機會 我們學校有一個job版 會提供一些那種工作機會 然後就是零售業這一塊還是最多的 當櫃姐是不是一定要繪畫妝 因為你就是試給它看嘛 是這個顏色是不是適合它 這個質地是不是適合它 的確是不需要到精銳的那種 就不能到很厲害 我有去額外去做一些義工 就是可能幫小孩子畫臉 Face Painting 對這邊小朋友好像很喜歡 對 超喜歡的 他們都很喜歡 我像我的工作是從Balentier開始 我先去做Balentier的時候 知道有工作機會 然後就接著上班 然後剛剛講的那個Face Painting 那些Face Painting Show那些都是義工 所以其實就是透過參加這些活動 才可以接觸到比較多 對阿對阿 就是自己去找機會 然後安排時間這樣 對 而且你才來多久啊 我覺得他來看起來超久 怎麼大家都說我感覺來很久 可能就是 找比較多資料吧 你看了溫哥華的資訊 然後這個學校的資訊 就你大概花了多少時間 學校去上網做功課 然後大家了解一下 來上過的人的工作狀況 然後其實蠻快的就決定 要來這間學校上課 然後溫哥華的資訊 都是看你的影片 喔真的嗎 溫哥華的資訊都是看你的影片 謝謝謝謝 謝謝 對啊 找我當model是因為看過我的影片 因為粉絲啊 還要在講 那像你們平常多久要找一次model 我們的話是看課程 我們前面的課比較基礎的話 然後上課練其實是同學互相練習 開始進入更專業的課程的時候 我們的期末考通常就是要拍一個作品出來 所以就是可能期末考的時候會需要找model 就看課程長短 那找model會很難嗎 我們有一個model網 然後上面有很多 可能它好像是跟當地的一些學校 然後因為有些人 女生是會想找model嘛 然後她可能想要透過這種拍照的機會去 也是累積作品 有點像是互惠 那你覺得學到現在收穫最大的什麼 學習新手法 新的方法去化妝 然後我覺得在這個部分學到蠻多的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刷具 對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對 喝一箱 用白寶箱 對 然後這個刷具的話 它其實每一支刷子 它可能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其實就以前來說 你可能我自己啦 可能對這方面的東西不會 你就大概知道說 這支刷子它的作用是什麼 但是你不會很清楚知道 它可以帶給你什麼樣的效果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每次就是逛那些彩妝用品 然後看到每一支刷子都覺得 很像 對 真的很像 這到底要幹嘛 對 因為它跟刷子的大小啊 毛的長短 材質 然後它的柔軟度 蓬鬆度 都會不一樣 會推薦大家來念這間學校 就是如果真的對這一塊有興趣的話 我是覺得是真的可以學到很多 我覺得啦 我們班上很多妹妹 對 他們真的年紀很小 有 上次就跟我說 對 其實我覺得 我看他們這樣我覺得蠻好 就是找一眼來接觸 對 之後發展性也是蠻大的 再更進階的話 我們學校還有那個是特效妝的課 那有課上一種的 對 如果說是對那塊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繼續上 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你的白髮香養什麼 對 它是Jomega Forever的嘛 所以這個是算教材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付教材費 然後它就給我們箱子跟彩妝品 其實說實在不太好拖 因為它只有兩個人 所以你在路上很容易放車 它裡面是這樣一個一個的 就是一包一包的 對 一包一包 然後它當初發給我們 就是這樣一包一包一包 然後裡面就是各有一些彩妝品 有一些是我自己的啦 哇 對 真的就是這些刷子 對 那我隨便考你一隻 這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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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簡單了嗎 要上一條一條 好 太簡單 等一下那我再看這一隻好了 這一隻的話 因為它的材質是尼龍的 這一隻的話我都是拿來做遮瑕 這個都是你這一碼還是什麼 這個是我自己的 這也是我自己的 這個是它附的 這個好像是水仔 對 它是比較油脂一點的 油脂一點的 然後它可以拿來調顏色 對 這包就是粉底吧 粉底 然後我自己的一些那種修容的 然後 然後就是睫毛 睫毛我把它都放在這裡 它有發MAC的眼影盤 跟 這個是 就是遮瑕也是各種顏色 這個是 套子 就是 聽說溫哥華很愛下雨 那這個有多重啊 我覺得今天算清 10公斤耶 對啊 10.5耶 今天就很謝謝Cemi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B&C彩妝學校的一些經驗 謝謝你當我麻豆 我覺得上次體驗真的還不錯 就很 下次再來玩 好 耶 那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 好 包裝嗎 哈哈 天啊